大家好 歡迎來到交通生活頻道 我是Tony Zhang 今天歡迎來到交通情系列 我身處是元朗西巴士總站 我很有興趣跟大家說一條今天開辦的新的路線 不過在未講這條新的路線之前 讓大家看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螢光幕沒有見過這條新的路線 好像是不是應該要調好數據呢? 不過不要緊 今天這條新的路線 其實就在我螢光幕的另一邊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71這個位置 就是今天講的B9A 這條B9A 九巴恨了很久 為何Tony常說九巴恨了很久呢? 就是去年通關之後 九巴在業績記者會的時候 有點名稱讚過B9的客量上升的幅度 令到九巴很滿意 九巴很想去擴展B9服務的空間 你會看到去年 你會看到B9在提升到差不多半全日服務 平日都有服務 你會看得出九巴很想去打造多些的口岸路線 今年被他抓到了 今年這一刻被他抓到一條 可以進入元朗市中心大馬路的一條去連塘的路線 雖然是試板 但九巴也很有信心 可以讓他開延長服務 看到嗎? 我們又看看這個 你會看到 用鐵牌的 不是用膠的牌 即是告訴你 他很有信心 這件事可以做得久一點 今天是開辦第一天 但情況就好像一般 因為今天是紅雨 現在紅雨這一刻 好像感覺上 少了些人出門 應該也有機會 但不要緊 第一天 現在開了 都是第一個小時 現在就是十點 現在開了二十分鐘的班 應該要給多些人熟悉一下 應該也會好一點 是吧? 好 今天阿Tony 就會在每一個元朗站的市中心地點 跟大家又看看 這輛新的路線下 有沒有令大家等車的人 會很好奇去看一看 看看這輛車有沒有吸引力呢? 一會兒會和大家看一看 好 你看到牌子也很有趣 現在牌子全部都會寫 香如維口岸 後面會加上連鋼兩個字 配合內地口岸的寫法 連B1也是這樣的 我們先來到我們的第一個站 九巴一定最想做的那個站 是元朗廣場 因為是新鴻基旗下 我們眼看 都會有很多牛巴的職員 都會幫忙去做一些協助 有協助還協助 不過呢 就這樣看 是人都不難猜到去哪 嘩 在下雨 今天好像有些不太好 紙紙納到這樣的樣子 然後就寫說香圓圍 那就是去連塘那邊 那大家應該都會去看一看這輛車去哪 其實我建議呢 就應該 那些宣傳牌應該可以做得更漂亮 還有講清楚 告訴別人 這些路線 這條B9A 是可以去到深圳的 哪一邊會好些 如果不是呢 大家就只有一個估字 那開始有些人 開始猜一下這輛車去哪 有些人就問一下職員 那樣的樣子 你看到也有問職員 仍然都是 B1呢 現在時間是10點23分 那還有幾分鐘就有B9A 那你見到B1呢 現在開始在元朗廣場的人流 非常之高期 已經是可以一站都可以上到十幾十個人 那但是相反呢 B9A呢 就真的要多些宣傳好些 真的要靠大家這樣來看 晚上去做 去這樣做宣傳 我覺得 不是太好 在這個元朗廣場站 那我就發現到 那地下的那個線呢 就畫了一條黃線出來 但就未寫清楚是B9 那在那個 我宣傳上面也是很厭缺的 那希望這方面可以下節做好些 或者這一類的快些做好些 那我就說 現在呢 我會前往下一個站 就去看看 B9A的狀況又怎樣 那我現在就來到 這個叫做元朗同樂街這個站 那同樂街這個站就出了名 就是很多元朗的乘客在等B1 所以這裏的線呢 會畫到差不多三條線出來的 那但是呢 你會見到B9A那條線呢 就真的不真的變 就是你看到剛剛好 剛剛好新油那條 黃色那條線就是B9A 不過連B9A那個字都沒有 然後呢 然後呢 你遠距離看一點點 我們拉近一點點 如果我們拉近一點點看呢 嘩 你完全見不到呢 其實是可以在哪裏等B9A的 那你就是見到波板台有B9A的 那真的有點差勒 來了B1已經都開始要騎人了 這個時候是北上的高峰潮 到底在這個高峰潮之下 但是在第一天 都還可以撿到多少B1的尾水位呢 那真的 看看一會兒 還有兩三分鐘後 駕車來的時候的表現是怎樣 好了 話說B9A出現了 但是呢 即使是有人幫手去宣傳一下 有沒有說有人去鄉月圍呢 都是沒有人回答的 那 那 都真是大家不熟悉 不習慣就會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我身處的是谷亭街這個站 看到B9A那個排位真的很難看 然後你會見到有些人 這裏已經很多人在打車 但是已經是上不了車的了 那 如果在這個宣傳這麼欠缺之下 其實又怎樣可以做到分流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現在時間就是11點08分 來還有一輛B9A 好像這輛B9A 就除了可能是坐頭位的那些行車紀錄員 有幾個就是有 我想就是這一輛家人 就是特地會等 對了 這裡有沒有字會 對了 對了 還有的 這裡就可能好少少 11點之後可能會撿到少少這麼多客 撿到少少這麼多客 今集的交通程呢 B9A開辦就去到這裡尾聲了 那Tony的總結就是 第一天呢 遇上紅雨呢 就有少少不太好運 但是更加我看到的是 在元朗大馬路那幾個站之間 其實我看到那些擺位啊 滑線啊 都給人家的感覺好像是很陌生啊 好像宣傳很不足 看得出九巴是很有信心想去做好這條線的 但是我會覺得 九巴應該要在那個Banner 或者是那些宣傳的牌那方面 應該要再做得要更加好一點的 好 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